年節交到了 但是現在確診數是不斷的增加 新北市長侯友宜 和臺南市長黃偉哲 今天就分別視察大賣場 和傳統市場 要加強防疫措施 臺北市長柯文哲也宣布 如果臺北市一個星期出現 實例的不明感染源確診個案 將會停止餐廳內用 如果桃園沒有守住 臺北的確診超過兩百個 將會來重啟防疫專責旅館 桃園機場群聚感染 確診數不斷增加 又逢年節將至 臺南市長黃偉哲 前往傳統市場 視察防疫作為 嚴重提醒民眾 要戴上口罩 做好食連制 市場內禁止試吃 邊走邊吃 販售熟食 要加裝食物遮罩 在年貨大街也好 在傳統市場也好 或是在一般的超商也好 大家採買的時候 千萬一定要戴口罩 臺南市防疫動起來 鄰近桃園的新北市 在農曆年前也加延防疫措施 新北市長 黃偉哲到大賣場 視察強調民眾會接觸到的推車 收銀台一定要加強清銷 也要求各大賣場暫停試吃 並嚴格實施人流管制 每二點二五平方公尺內以一人為上限 口罩戴上都增加一劑 你打了三劑戴那個口罩又增加了第四劑 所以戴口罩絕對不可以輕忽 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 雙北防疫是否要提升為三級 雙北態度保留 台北市長柯文哲宣布 如果臺北市一星期內出現實例不明感染源 就停止餐廳內用 如果桃園沒守住 臺北案例超過兩百個 就重啟防疫專責旅館 科目者強調還沒有達到一星期內出現 實例不明感染源前 防疫就是二級逐漸加深 現在餐廳維持內用 但不可以逐作禁酒 蕭媛也考慮恢復使用隔板用餐 記者臨信陳昌偉王信中 台北新北台南綜合報導